從外型到內裝就算是旗下第一輛電動休旅車 依舊能看得出來凱迪拉克的奢華跟穩重 這輛要價六萬美元的豪華電動休旅車 Lyric完整具備凱迪拉克風格的駕駛感受 這家美國最古老的汽車品牌 更是在小細節展現出獨特的奢華感 就連煞車系統也別具巧思 凱迪拉克一向把坐在車裡的完美體驗 當作經典招牌 Lyric不只是能保持一路平穩 甚至把高級環繞音響 給搬到這輛電動休旅車當中 讓乘客還有駕駛 彷彿置身在音樂廳裡 Lyric明顯對標特斯拉的Model Y 利用獨特的車感體驗後來居上 目前已經銷售一空 最快要到2024年才有機會入手 但被業界認為是特斯拉殺手的車款 其實是它 同樣流線的Y型 就連用電效能也毫不遜色 Lucy Air 橫空出世 立刻驚艷四座 特斯拉是能量的能力 但Lucy Air 橫空出現了 特斯拉的最近競爭 Model S 特斯拉還沒有一件事 那是質素 他們有很多穩定性問題 我認為Lucy Air 橫空出現了 可能會有關注 Lucy讓人刮目相看的 還有媲美頂級超跑的超強馬力 不費摧毀之力 就能達到350公里的時速 也成為電動超跑界的佼佼者 這車有約500公里的速度 和933公里的速度 沒有人需要 除了懶惰性 在那輛油車的速度 你看到Bugatti 你能聽到引擎 能夠使用電動超快的速度 能夠使用電動超快 在電動車上 這聲音不像是完全沒問題 不只是強調 飆速的性能 就連內裝也同樣又新 Lucy Air 橫空出現了 從裡到外的用心設計 Lucy還獲得知名汽車雜誌的讚賞 甚至打破歷年來的紀錄 因此雖然頂級版要價17萬美元 但預購銷售依舊寫下亮眼的數字 還打算進軍歐洲以及中東市場 能準備成為豪華電動超跑的代名詞 TVBS新聞綜合報導